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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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双街棍的平常转棍 那我先先来示范一遍 下面就是我们的 平常转棍 顾名十一 我们之前学过的平五八 平五八 延伸动作变成 我们的转棍 理论原理 跟之前学过的 螺旋花和反发制转棍 原理是一样 只不过就是方向与距离有点改变 首先我们要把反的平五花练 反的平五花练平练水平 尽量用手冠去完成整个工作 然后我们把起前的平五花放到我们右侧去做 平五花然后拉到我们的右侧 当我们右手做的时候就要拉到右侧 如果我们就去左手练的时候就要把那手拉到左边 实际情况是看你去练习哪一个手 现在我们先练右手平五花 平五花练的时候练平的时候有感觉 我们就可以开始尝试去抓棍了 棍子披下来 然后我们这个45度角的时候 我们就尝试把我们的手掌打开 这样打开来抓住棍子 再来 转打开抓住棍子 先把先学会如何去抓住棍子 刚刚好是反过棍子 我们重复来几遍 先要保证自己的准确度 一定要抓住棍子 不要抓住链子 要不然呢 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平掌转棍的动作 一抓抓住之后 可以有一个反平五花的那个惯性 对吧 有的关系 我们就要借住这个棍子 去完成下一个转棍 好 拉到45度角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拉到我们 直接 90度角 好 一拉 哎 松开手 刚好 抓回原来那个棍子 就是变成正窝棍了 好 一抓住 好 二上来 抓住 好 这个时候必须要借住我们的那个冠心 然后把你的手掌这样子打开 一打开 那棍子随着冠心一转转过来 然后一抓 刚好抓住 对吧 好 再来 慢一点看 一 二 二 一 二 好 记住 一转这样子是反过 然后拉上来 一打开 你手掌 一打开 棍子刚好 要过你的手腕 回到 手心 抓住 好 再来 一 二 再来 一 二 好 记住 一定要拉到45度角的时候 我们就要松开手掌 松开手掌 抓住热盾 它在这里松开的时候呢 那道理也是一样 也是要过我们手腕 好 一转棍子 咬 咬过手腕 对 咬过手腕之后 就 拉大了 另一个棍子变成反过 你看到 再拉上来 好 就成了我们的平两根棍 然后呢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连续的去做 平两根棍 连续去做 做 如果抓回正棍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关系 以这个接触的关系 去 把那棍子 耍到 另一边 然后刷住 然后我们 其实我们的手腕 是上下 翻动的 你可以看一下我的手 手腕 好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对吧 上下 上下 摇 摇了摇去 向上下下 翻动 对吧 好 一 二 一 二 一 開始的时候 一定要把动作 分开来做 一步一步 先学走 找个感觉 那么呢 这个平两根棍子 首先 要把你的 反的屏幕 练瓶,找到感觉 二,要一步一步 一,这样松开 然后,学完第二步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连续去做 上下翻动的 在同一个位置做的 瓶掌盆 一步一步来 那么,今天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宝石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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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